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挺安全的 那为什么我生活在中国会有这种不安全感 就是比如说你让我从北京走到新疆 我第一个不安全 我觉得我怕我半路上会被人弄死 因为一个人的话 他个子比较高 身体比较鬼舞 那目标更明显了 另外你知道你现在在一个好的时代 以前你在城市里 你只要到郊区的一个路口 就会有一个牌子 说外国人不得进入 外国人只能在城邻 郊区都不能去的 以前很长一段时间 我不知道这个牌子是什么时候取消的 现在你看 外国鬼子可以在神州大地上到处走来走去 出了西藏 西藏是吗 西藏需要特殊的这种证件 但是别的地方都可以去 都可以去 对 就已经觉得挺好的 而且他路上还交了这个朋友 还泡了妞 是吗 偶尔 他怎么火呢 你知道他把他自己的 除了这个出了这个书 徒步中国之外 他剪了一个短片 就把他这个形成 这个片子放上网之后啊 听说是出乎心肠的这个火 所以呢 他现在也就火了 咱们可以看一下 对啊 其实我平常老觉得就是你看我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可能对老外也有这么一个算是误解吗 就是只有我觉得只有外国人会这样 甚至我有时候会觉得 会觉得傻乎乎的就是 比如说我们开着车啊 在一个一个比如新疆那个路路上走啊 总会看到一个像他这样子的人 背着包 远远的那个路啊 几百公里都没有第二辆车一样 哗就这么走 走后来我们看到说 哎你你上车 哈不要 老外就哗哗哗哗 是碰到我了 是吗 就像是这样的人 我们你看你你为什么说我错呢 你觉得中国也有很多 中国也有这样的 而且不少 只不过可能我们比较关注外观 我们觉得比较有有新闻价值或者什么 但是中国有很多这样的 拉了一些拉拉车或者是骑机型车的我都遇到过 我我那个时候在张业甘肃张业 我还觉得自己很牛 走了七个月 碰到了一个叔叔 啊他也是拉了一个车 然后那个就是我他的车上上面写的好像他他也是徒步的 我就有点那种显白的感觉就问他走了多长时间你啊 然后他说哦今天2008我是82年开始走了 哈哈哈 你出生的第二年就开始走了 我说好吧班尼维斯 所以行走 他就一直在 对啊 谢老师那是 就行走是一种人生啊 你走到新疆那种那种自然挑战的地方走 你很有很有成就感很有挑战感 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要是走在河北啊 山西啊那种路慢慢 这就是你 要不很慢慢 你知道就是也现在有些中国人会觉得啊 中国的这个大地啊 我们有句成语叫满目创仪 你可能还没学会 你会搬门弄斧什么 对对对 必须的 满目创仪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实际上中国这些年的这个建设啊 破坏了很多自然的风光 而且建起的那些建筑也很丑 甚至有一个美国的设计师 他也是从中国的南部走到中国的北部 你知道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什么 他说现在中国的这个地面上 是中国这个最恶俗的一个时代 恶俗你知道什么 就非人到处就看到的是很俗气 或者都很一样的建筑 就是而且环境也脏 就是那那你会觉得很美吗 我追求的不是美 我追求的是有意思 就这样我不会好像 如果说让我四千多公里走一个九寨沟 我会觉得很无聊 都是一样的嘛 所以说我从北京出发 我首先对向下有兴趣 我想知道他怎么样 而且我觉得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嘛 如果说一个石家庄 可能不是我 我会推荐给外国人的一个议律 石家庄是我的老家 对 没关系 对 对 镇定就很不错 镇定也是我的老家 就一流对不对 镇定我觉得很棒 我们习近平主席在镇定待会 你看他多会夸 这个马屁排得好 马屁排得好 这就说到了 你好像也会上中国的这个微博 你知道我找他一段话 我就是说的挺有意思 他说他看不懂中国的微博情绪 他说有一天啊 他在微博上抱怨 他说我在中国的微博上 我中国话也很好 他可是怎么他们老骂我 说我说中国还有些不完美 就被人骂臭老外 我说中国的发展方向是对的 他们又骂我是杨五毛 我说这个德国好被骂 说德国不好呢也被骂 最悲剧的是 我说我在家换了个灯泡而已 也被骂没内涵的傻瓜 真的是这样的 你觉得中国的微博有什么特点 首先其实我这样抱怨是非常不对 可能是一个我自己的情绪 我受不了这些网友的一些 他们给我发的一些评论或者什么 其实不应该的 我觉得怎么说 网上自己发表一些看法 总是比较极端吗 这是很正常的 包括在中国 包括在德国也是这样的 所以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我觉得比较逗 德国也骂得这么狠吗 可能没有那么狠 问候爸爸妈妈 也会问候 可能不问候爸爸妈妈 其实他学骂也学得挺 可能学了一些美国骂 或者啥 会说一个 就觉得那样比较酷 就显得没有那么土 对 但是其实骂也挺多的 包括我这个视频也会被骂 就各种一样的 很莫名其妙的 他们会说你的视频 是一个发型表演 是吧 可能觉得是假的 我是不是把那些背景 就PS进去了或者啥 然后可能有的人觉得 我的胡子长得怎么那么差 我还感恩显摆 或者啥 就是这种骂也很正常 我觉得 但是微博作为一个平台 其实可能在中国的 这种环境比较特殊 所以我很欣赏它 所有这些 这些如果说骂得有创意 我觉得挺好的 如果说光是你母亲怎么样 或者啥 我就觉得没有内涵 他有一个感觉 也是我的感觉 就是说这种网上的这种社交媒体 就是这个微博 中国的是最爱聊政治的 必须的 是吗 你觉得在德国好像 在德国就不会 德国少一点 明显少一点 那首先微博它作为一个 善在Facebook和善在Twitter的一个平台 其实它发展的很好 给我个人感觉 它其实已经工人来说 比Twitter和Facebook要好用的多 而且不是说好像我光发布一个自己的观点 而是我们会讨论 对一个小屁名 发布了一个东西 被一个大V转发了 就变成了好像他的画在下面上面是大V 然后在上面是一些别人 就我觉得这样很很 其实很民主 我们这样交流 Twitter总是好像给人感觉 就我发出去了我的东西 我是比如说巴尔克奥巴马 我是开了一个Twitter 但从来好像就不是说好像小的那些 那些用户的话会被大V或者是转发 或者什么 就就就这种差别 我觉得微博挺挺挺有用的 对这个整个意识 Facebook主要还是人际的交流 对 Twitter是有时候是被拿来做一个宣传的窗口 更主要的是他们的报纸啊电台啊 这个限制比较少 所以政治的很多东西到其他的渠道去了 对 在中国微博存在的功能是全世界独一 我不知道你会关注中国的网友 关注的中国的新闻 你你你也会很关心吗 我关心啊对啊 比如说最近你看什么事情比较注意 哦 不是前几天呃台湾呃 他们不是游行吗 红中秋 对 红中秋那样 红中秋就被被虐待死的那个兵 对我会就是这种事情 或者是最近新西兰奶粉那个事啊 啊 就就各种各样的那种事啊 反正因为我关注的人很多 而且我从来没有好像觉得我只能关注那一派人 或者是有价值人 包括呃一些娱乐明星我也关注 包括一些比较极端的我也关注 所以说整个我的微博就是乱七八糟的 有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别人怎么吃怎么玩 但是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呃 比如说空行中发了一个什么东西 但是这种关注呃 你会得到一个什么印象 比方说啊 你作为一个德国人啊 嗯 你觉不觉得中国现在有一点乱七八糟 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德国是很有秩序啊 很很整齐 但是中国的一切事情都很乱 很不能理解 有这个印象吗 我觉得它在变化当中 就是可能这个媒体以前他的呃 他的义务是他要引起老百姓呃 讨论的话题 就是说可能八十年代或者是之前 这个官方媒体他说你们现在要讨论这个 而且呃官方的呃看法是这个 那你可以在家里自己讨论 我也没有办法 但是外面你们讨论的就是这个 那么现在不是这样的 现在媒体只能跟上微博 他只能说微博有一个日文话题 呃然后媒体媒体他好像跟上了 他能说哦我对这个事情 也有一个什么自己的看法 所以说他的义无变了 他只能因为我们不能确认 这些媒这些微博上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说他不是说好像他可以控制 我们在说什么 而是他们他可以告诉我 我作为官方媒体或者是非官方媒体 或者是国外媒体 我对他有一个什么看法 你可以信你可以不信 那我觉得这样它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当然显得很乱 啊但是都和你们德国人有关 官方的主义是卡尔马克思来的 对对对 那个公众空间是哈伯马斯来的 都是你们德国人搞的事情 哎哈伯马斯还不错吧 哈哈哈哈 那你觉得这个说我们中国人对德国的很多想象啊 呃你觉得对吗 比如说我们认为德国人非常严谨 啊 其实有一些就是那种很无聊的偏见 真的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都很严谨 其实可能工作方面我们是被逼的严谨一点 因为环境不让你乱搞 呃可能就是因为法治 所以德国人到中国来就幸福 哈哈哈 其实其实我们历史当中有很多时候 其实就很乱七八糟嘛 而且你记得罗马人怎么描述德文嘛 就好像是一片乱七八糟的人就是你无法控制的那种 他罗马人就觉得对啊就是野蛮的那种 那么这个这个德国人怎么变成了现在的德国人 那肯定是跟法治有关的不是跟人的本性有有关对不对 呃就是我觉得我要是给我的那些西大麻的那些德国朋友说 啊中国人都觉得你特别严谨你从从来不会吃到 他会笑死了对不对 他会觉得哇我原来是这样的对吧 呃就像好像可能西方人他都觉得 呃我不知道如果说你们去呃 西方可能会接触一些比较呃比较有比较知识分子的一些外国人嘛 可能不会问这种乱七八糟的问题 但是呃年轻人去的话他总他总会被问啊 中国人是不是狗肉啊啊 啊我是不是要把我们家的猫给藏起来 否则你会乱吃或者啥就是那种问题 就很让人很无奈啊 啊对啊中国人说我从来没吃过狗肉啊 这些什么偏见对不对 对就就一样呢 所以啊这还是得像他这样了解 你知道这前两天还出一事挺逗的 所以在郑州一个日本人开开车被交通警查了 因为这个日本人呢拿的是他日本的驾照 那交警说你到中国开车你得办国际驾照 或者你得有中国驾照啊 是 结果就要罚他 结果你知道这日本人这日本人名字还有意思 叫阿布归南 阿布归南一看没办法 喊了一句钓鱼岛是中国的 钓鱼岛是中国的 就放心了 没有这警察说 你就是说东京是中国的也没用 真是那是对的 对 香香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刚才就说明这个网上的这个新闻呢 就是快速的播报假新闻和更正 你看我刚才刚说这阿布归南嘛 他没有跟我讲现在辟谣了 说那不是个日本人 那是个中国人 冒充日本人 吊一岛是中国的 照理说你辞了那个地方的驾照 又有它合法证件 在一个短时间是可以用的 在香港就是可以用的 大陆我不知道 我从来不敢在这个地方开车 是 为什么 因为我就乱七八糟 就是开车的都稳定 我不想 马路杀手很多是吗 对 我很不好理解这个 德国几乎没有什么车速限制 你开一百五十公里 刷刷还有车在操你 但据说交通事故率不是很高 是不是 不是很高 我问你 你会觉得就是中国人不遵守秩序 你会让你觉得很讨厌吗 我不会觉得这个是下面的人 不就是他们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这是制度问题 对我觉得我看到 包括我自己 我刚开始学车的时候 我很喜欢很快啊很乱啊 穿红绿灯或者什么 这个是年轻人都爱做的事情 就是我不能骗自己说 好像我是从来就很遵守规矩 对吧 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没办法 你穿了一次红绿灯就完蛋了 警察叔叔他不开玩笑 哪怕我爹是谁 他也不管 没办法 这是法治 我觉得老百姓在下面 他们也是凑合 就是有点那种 上面在往下面忽悠 下面也在往上面忽悠 就没办法 对但是你知道现在就是 很多人在讲就是说 中国的这个中国人哪 什么说素质低啊 或者说到国外这个旅游啊 弄的国家没有面子 我不知道真的外国人是会 比如说有些中国游客 假如说到德国去旅游 声音很大声 是不是就会很让你们厌恶 这个可能有一分是真的 有一点那种好像 就是乱去购物一些奢侈品啊 我们自己都不怎么买 然后但是就是一帮那种爆发户去那 只要贵了就可以了 我们就会看得很无奈 就觉得好像中国也是这样的 但是大部分还是去法国 去德国的 因为德国没有那么大的商业城市 德国比较分散 你像我们去欧洲啊 包括去德国啊 我们觉得风景如画 非常的美哈 但是你看你爱去新疆 我这个新疆啊 也是说中国 他们很多人都说 中国最美的地方在新疆 特别美 你觉得这个美 和这个欧洲的那些美 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还是觉得新疆比较 给人感觉比较伟大 就是对 我觉得我们那的美是一种很 好像不是很危险的那种美 是那种被控制下去的那种美 那秀气了浪漫之路啊 开到新天而宝 那一路都是像图画一样 对 没有什么缺点 但是也没有什么挑战 对 而且二倍斯山就就 其实不是很高 你站在最高的山 其实还不如 在在西藏就是一个坑 对 因为它不高对吧 对 就感觉好像就不是特别野蛮 但是在新疆那些 包括南疆那些虎啊 那些山 我就觉得哇 就好像这个这个地方很有感觉 如果说对于我一个很喜欢浪漫 很喜欢冒险 这种小的时候看那种书啊 麦克特威恩或者是 Jack London这种书 我觉得新疆一流很棒 哦 那你讲到这个浪漫 你对这个中国妞有什么看法 哈哈哈 我觉得妞我不会分国籍的 我觉得妞就是妞 如果说看上了 我也不管它是哪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好像啊 这个妞她是中国的 她是德国的 但是确实你不觉得 跟中国女孩子这个谈恋爱啊 和跟这个西方的女孩子谈恋爱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嗯 其实 这个 其实没有什么 就是人就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他还是会有那种 如果你真的看上了 你会很尴尬啊 你会脸红啊 那种就就 就哪怕是外国人哪怕是是中国人都都差不多 如果说光是交流那肯定很不一样 你知道我们这一直有一个 也可能是偏见了哈 嗯 我们都呢觉得呢就是说 作为中国男人哈 就说外国男人找中国女孩子哈 我我们一点也不会吃醋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一个偏见觉得啊 外国人看中国女孩子的长相啊 那就完全找不到感觉 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说 怎么他们找的都是难看的 那不很好吗 对 对啊 所以我们也很累 你觉得你是怎么看中 你看中国女孩子漂亮 和中国男人看的这个漂亮是一样的吗 我觉得不一样 我觉得我们追求的肯定不是那么高 肯定不是那么白 肯定不是那么瘦 而且我从来我个人我从来不喜欢听话的女的 我不喜欢那种林智玲啊 声音很很温柔的那种 温顺的那种女的 我觉得无聊 就好像花瓶我放在那里 他给我倒茶 我很爷们吗 其实并非 我应该找一个很厉害的 对吧 就是他这个说的很贴切哈 就是他他属于喜欢这种叛逆的 会有点有点个性的 往往真的是这样 要是传统的中国男人可能就会觉得这样的女人呢 不好驾驭 但是你可能会问 为什么中国男人要驾驭女人 中国男人对女的标准是受两个影响 一个是乾隆皇内下江南 就江南女子变成了一个审美标准 第二个呢 后来是杨娃娃 就是西方的这个 所以像西方人的那种女的 比较鼻子高眼睛大皮肤白 变成了个审美标准 那么在他们那边眼睛大鼻子高太多了嘛 所以就挑眼睛比较小一点 这个比较东方花木兰兮兮的就这样 基本上他们选择 他从自己的选择出发嘛 是 所以咱俩在一块泡妞就各取所需 酒吧里就不会打进来 不会打进来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广州长龙 幸福在长龙 奇幻在长龙 欢乐在长龙 度假在长龙 由世界主题乐园就来长龙 广州长龙欢迎您 这雷克小流氓挺可爱哈 但是你知道要是中国的这个父母亲呢 就经常可能会问 就说你以后想怎么着啊 拿什么养家呢 我爸也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世界上的父母都是这么想的嘛 他都希望自己孩子有稳定有安全 那么这个不是说好像中国和德国也很 对那你现在想这些问题 你总是晃来晃去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就这样先这样混下去 写书 然后看看能不能写字维生 就可不可以这样活着 靠写字维生活着 那你以后就想在中国待着呢 还是还是要回到德国呢 两个都很好 两个都很好 但是我在德国的时候 我会想念中国 会狂瓦为博 然后当我在中国的时候 我会想念我的家 就很矛盾 我觉得我们如果说国际朋友 都是这样的 都把自己新的一部分留在一个地方 你收不回来 一直会觉得好像缺一点什么 所以最好不要去国外 不要去别的地方 就待在自己的家就会很安静 那我教给你一个中国成语啊 脚踩两只船 这脚踩两只船 中国和德国 对对对 徐老师 你现在对雷克说点什么 那你现在在中国做什么呢 我现在就是过来宣传书啊 我平时在德国 我在德国上大学 准备毕业了 很晚我爸都恨死我 真是意思 我相信很多德国公司 要和中国做生意 他们会厌一厌 中国话 你中国话 但是我没有生意头脑 一点也没有 你不需要头脑 你能说话就行 是吗 你只要能说话就行 你中国话讲的怎么这么好呢 因为是宣汉学 必须的 你还是有这个语言天赋 我很少见到讲中国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